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星星 在咱们农村对于娶老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选择老婆的同时也需要看一下人品 有人说了女孩子找对象也需要看男人的人品 但是男人找老婆也是需要看一下人品的 假如说娶一个老婆娶个好的能忘三代 娶一个就是说不好的老婆穷三代 咱们今天就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是穷命穷相的女人 而且娶了她们可能对咱们的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今天就跟着星星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种就是拜金女 相信拜金对于现代人来说都非常的明白 有很多的女孩子她特别的追求这种物质的需求 所以说在这个婚姻当中也是不牢靠的 因为她们对于这个金钱的崇拜 还有对物质的崇拜可能是迷失了自己的心性 这个时候如果是她有更好的选择 也会逃离这个家庭 所以说这种女人如果娶到咱们家里面 会败光咱们家里的所有财产 所以说败光的财产就会影响了咱们的子孙后代 这个家庭当中如果是非常幸福 娶了这么一个拜金女 她在这个花钱上挥霍无度 你想一想是不是对咱们这个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 有她这一个人的这种存在 就会影响到咱们的下面几代 第二种就是有这个不良嗜好的女人 有很多的女人在家里面没有事情 除了带孩子之外就有了一些不良嗜好 比如说赌博 赌博你如果是小赌还可以 就等于是余了余了时间打发打发时间 而且如果是成了瘾以后 这个大毒 十毒九素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是没人够说的清楚 有很多的人因为这个毒 而且就是败光了家里的很多钱财 不单单是女人 而且男人也是存在的 所以说假如娶到了这样的女人 这个家庭也不会富裕 而会影响到咱们的后边几代 第三种就是这一种 比较就是说指责男人的这种女人 而且他们就是对于男人 没有可怜之心 也没有统领之心 只会对这个男人进行妄加指责 你不体谅你的男人 别人还能体谅你的男人吗 所以说女人不要过多的指责男人 男人是一个家的中心 而且是家庭的最大的精神支柱 对于咱们的男人 无论是有什么样的对错 咱们都要偏向于他们 这个时候 对于男人的一种体贴也能更好的激发 这个男人对家庭的付出 而且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如果一个女人 经常的指责这个男人 男人从心理上 也会受到一定的压抑 对于咱们的生活 也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所以说 女人不要过多的去指责咱们的男人 一定要多多的体谅她们 她们也是不容易的 以上 欣欣说的这三种女人 在咱们生活当中也是存在的 不能是全部 但是也是有极个别的 所以说 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 如果是有这样的女人 咱们尽量还是避而远之 即便现在是不那么好 找对象的同时 咱们在选择老婆的时候 也特别的注意一下 因为你即便是娶上了老婆 如果对你的家庭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 影响了你的子孙后代 你想一想你这个家庭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 肯定不会好的 本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